张老 怎么样 有什么特别的吗 张老 你确定 它是间隙吗 怎么了 我觉得 咱除了脑子不太正常之外 没什么特别的 这是假象 这说明它是非常厉害的间隙 好 还有啊 你回来了 看见没 一瞧就是间隙 没看出来啊 你看他行水域里的时候多难看 你看不这么难看呢吗 还有 你看他说话多啰嗦啊 只有间隙才干嘛啰嗦 张老 我怎么还没看出来啊 所以 张老 你们是部下 你们仔细盯着啊 出了问题 为你们说 是 叔叔 武阳 叔叔你怎么在这啊 快到吃饭的时间 看不到你 我就出来找你吧 叔叔 下次您就先吃 不用老等我了 什么事啊 走了 一定是我的新炉子 啊 叔叔 您又有新发明了 别说了 走走走 哎呀 你瞧瞧 嘿 要不说杨大夫确实厉害 啊 这枕爆米花啊 都能整出这么大洞子的 这算什么呀 近来他家树上 保了俩这么粗的皮筋 哎 在他手上还有俩事法 先把他公室的 啪的一下就飞出去了 是吧 自己想飞呗 你结果呢 哎呀 把三根雷骨摔断了 还休息两个月 我想看这杨大夫肯定是太郁闷了 别的病从来没看好过 把自己的给弄疯了 疯了 疯了 你们才疯了 啊 没治好病 你那拉里头 是怎么长的头发来的 没有我 你不还躺在家里吗 啊 你个人干什么 啊 回来 你给我回来 回来 回来 叔叔 你别生气了 哎 吃什么气啊 一个伟大的发明家 经常被人家误解 这是正常的 哎 只要你相信我就行了 叔叔 我相信你 啊 不过 你以后能不能 别再搞那些危险的发明了 你 你怎么说 人家邻居都有意见呢 啊 不说不说了 赶快收拾收拾 要不然今天晚上 要睡在外面 我说 赶朗 有什么发现没有 你说什么 有什么发现没有 没有 什么也没发现 你说什么 你怎么了 你这是 啊 刚才 我看见他出去了 然后我就想 贴近点房子 看看里头有什么秘密 我刚到门口 就听见里面 啪 爆炸 爆炸了 爆炸了 然后我的耳头 就一直嗡嗡的响 什么都听不见了 看来他已经有所察觉了 现在就得用点 特殊的手段来对付他 你们想干什么 想一件吧 我告诉你们 我可是本分人 不要比我出手 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上 既然这样 都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叔叔 舞杨 我们要离开胭脂镇了 为什么呀 叔叔 咱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不要多问了 带你收拾一下随身物品 立刻懂身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叔叔 没时间给你解释了 不走的话 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快去收拾 好 乌亚 坚持一会儿 到了前面的驿站 我们就可以休息了 快走